6 顺着为7号玩家先发言 我先发言 我先发言 看一下 我先发言 看一下 我考这个11号又上了 但我觉得你不像跳的 我觉得跳的 10号有可能要跳 2号 3号可能要跳 好吧 我感觉是 5号我没看到你上镜了 那我不知道了 5号老是表情看不出来 我觉得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我觉得11号有摸狼身手 我还非常仔细地听你的发言 我从表情看不出来 我刚刚觉得你是好人 结果你是一只狼 然后我想看一下你这一轮的发言 11号 给一个机位 对了 我觉得这个挺好喝的 而且就是因为它是零卡的嘛 所以像我这种减肥的少女 喝起来也是不会长胖的 过了 锦灰流 因为觉得11号码太可怜了 被自己狼头犯插杀 所以不舍得验 所以放在第二锦灰流 11发顺言 想跟大飞老师互动一下 第一天验了这个AK老师 是一张狼牌 对吗 为什么要验AK老师呢 因为晚上起来看了一圈 忽然想起上一次打不爱演赛的时候 被AK老师发了一张茶匣 狼头伴 4号大胃 被女人盲毒 一顿乱操作 所以我在那个位置就只能自爆 想来复仇 结果AK老师真的是一张狼牌 那我这个发言又不好了 对吧 11 8 盛宴 第一天验了51张茶匣 点点位置吧 7 带身份 因为他看牌的时候 我看了他一眼 我觉得他带身份 4 摸完牌挂像不是很好 其他景下再说吧 好吗 希望白狼王先不要来骑我 喝一口雪碧 狼牌无处遁起 过来 把这个期末了吧 我觉得10号玩家状态还可以 还可以 4号玩家又没上去 唉 我 不是你不上去 我就不知道我上去干嘛 要不上完我也不上去 我上一盘说过了 我上你就是为了4号玩家 4号玩家不上你 我就不上你 对吧 作为我们的小朋友 我有义务去保护他 但是这盘我觉得4号玩家不太好 垂你一下 垂你一下 再现靠那个骑士 等一会去怼一怼这个5 好吗 翻牌前我觉得5号玩家 是一张狼人盘 起来就有人抱了你茶 是吧 那么 我觉得骑士可以怼一怼 然而骑士不是我 怼我也可以 只要你不怕死就可以怼我 怼完 我就 战免这个10 至少目前是这样 因为我后续看这个123都不像是出来跳的 要么就是50对跳 那我就战免这个10 如果123有出来捞你了 那我就仔细听一听 好吗 没关系了 我觉得 这个10怎么都不像是 只能看深途了 我觉得1肯定是不会起来捞5的 好吗 就看深途了 你仔细听我的发言 你就不害怕我是个白狼王 把你给抱了吧 有恃无恐 对吗 我觉得你的发言里 已知我不是个白狼王 是不是我的 我在井上 过了 我听着都不像狼 确实 无论7二玩家和12玩家 你们俩 我希望你们都是好的 因为你们俩聊的都像我狼同伴 7二玩家 23 11 10 5 怎么见过我 10 嗯 厌无 我听着最好你们是别是狼 因为我确实不是狼 你们这个视角里呢 不踩我呢 因为我练过剑 有点紧张啊 我听着那个 十一不像狼 他说十不像汉跳 这个我也没觉得 就是现在十在我这儿 好人化人 是真语言家假语言家 还真的有点早 我就觉得吧 就很 有一条你不太像 假设你是一个 反正呢 有一条啊 你不太像诈身份的 就是也就说啊 在我这儿 你不是狼 就是语言家 因为你去干五号人家 要是诈身份 需要一点这个勇气 因为我 我支持你是一个语言家 验的那五号人家是狼 其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 因为 没听出你一定铁语言家 这都早 我是一个 上警 其实我就是闲的 也不爱在警察投票 但是我听着 十一号人家这把 不太像狼 这个发言还可以 我是一个平民 真的还挺好 拿平民我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再听听后面吧 七的身份呢 确实 像好人 过 其实谁是语言家 我们根本不用操心 有几个原因 第一 这是个白狼王骑士的板子 很快会腥风血雨 这根本不用发言 白狼王起来 啪把语言家抱走了 你就什么都懂了 第二个 其实会起来欺人 对吧 会决斗人 所以我们根本不操心 那我们操什么心呢 我们要锁死 五张牌 四六八九十二 这里面一定是有狼 紧下这五个人 一定是有狼 我觉得对面八九 应该身份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们俩 一块应该要打起来 就谁打谁 谁先打谁 怎么打的问题 当然也欢迎倒勾 欢迎倒勾语言家 我们根本不找语言家 你们是我们语言家的搬运工 马上 他们就告诉我们 谁是真语言家 根本不用操心 对吧 那么 达尾确实有点鬼头鬼脑 鬼头鬼脑 假设 锦下四号达尾是一匹狼 那六八九十二里面 还有一匹狼 对吧 那应该就是开在八九里面了 就锦下格局是这样的 那六十二应该就可以放了 对吧 那么锦上呢 啥啥一K老师 我觉得是件好事情 因为如果他是个争议员家 我跟你说 他肯定会暴毙 一会儿就死了 一会儿死了 你就证明 就这个倒勾 这个狼茶狼 我觉得挺难的 晚上格式是 啥啥一K老师 我觉得不太像 对吧 所以这个阵营 根本不用担心 好吧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操心 他们谁是谁不是 三号 三号要起跳 有可能 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如果三号起跳 十号就是铁远家 我跟你再说一次 三号起跳 五号铁茶沙 十号铁远家 所以我劝你不要这么干 很有可能是五号 跟十号对跳 你直接退水 这是最好的 真的不跟你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我骑士的板子 我挺喜欢 因为我面纱中骑士的 这个 还是挺厉害的 虽然网纱已经 十年骑了 十一年骑了 十一个好人了 那是因为网纱什么 我们都说了 我觉得OK了 我只看 我希望你们 全部乖乖上票 给铁远家 过来 我来发言 首先我是个好人 对吧 我觉得你二 有点怪 你哪来的信息 我会起跳呢 我这些摸到好人 我开心得不得了呢 但我觉得十 那么在我后面 对跳的只有一张 五号牌了 那AK老师 闭目养神了已经 是这样的 我听了前这位发言 这个二显然是要 战边这个十的 那么十 我不知道 我只注意到 你一个小细节 我觉得你 抱验人的时候 你的眼神是从 这个位置 二这个位置 这样扫了一圈 扫了五号 你再抱五号一张茶沙的 你等会儿解释一下 这个行动力神 我觉得有点怪 如果你是一张 预言家牌 你去验了这张五的话 你直接抱五号茶沙 因为我做了你的正对面 一个小小的细节 二扫了一圈 五号 AK老师 你是我的茶沙 就这个细节 好吧 但我认为 天一五的发言吧 我认为 茫茫人海中 你能找到一张 真语言家的茶沙 不是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不是很确定 那我认为 七号牌 这张牌 大聊了一波 然后做广告 我也觉得这个雪碧 挺好 我认为七号牌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 这个有点紧张 可能是一张 神牌 但我不觉得 它像张狼牌 不知道 听听看 八九 二跟我说 八九不共缅 八九 我希望你们是 跟我一个阵营的 都是好人 因为要么的话 我觉得这个游戏 很难赢 因为我不管拿狼 还是拿好人 对吧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我永远是那个 排在深途后面 第二最容易被扛推的人 好吧 但我这句没关系 我拿一张好人牌 我会好好发言的 那么我 不是很确定 十是不是远家 因为我还没有听到 这张五号牌的发言 那么听看吧 我只是对于 十的这个小细节 扫了一圈 给我一张茶沙 我质疑 好吧 过了 确实必须是一个狼了 对不对 我觉得它发言爆了 它爆在哪了呢 茶沙这个 唯一 基本上就剩我自己了 对不对 我这个时候 他验我是狼 我能是什么身份呢 我铁定冤家无疑啊 整个都没有人跳了 我是一个冤家 但是我还真没验你 我昨天验的是小光 为什么验一下小光呢 因为这个 我不会讲场相 就这些 我的心路历程了 但是我觉得 小光有一点是 实至名归 自刀狂猛 你从这层号是 必须是你了 所以我验你是你 你是一个狼 是定了 但是呢 我觉得你呢 能定我这么准的冤家 这里头呢 我听最开始 我认为神徒发言的时候吧 我个人觉得 这个能打出这种战术 能敏出我是冤家的呢 有可能有神徒 或大飞老师 或有狼焕老师 对吧 但是呢 我又听这个 神徒老师的发言 那这把 我又觉得 还是在我这蛮过关的 又不像上一把发言 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个 十一的发言 可以 十二在井下 我不知道它是一个 什么身份 那三号是我打住 狼横的一个名狼 十号是跟我对跳的 这个汉跳狼 对吧 你是井下投票的 那个投票狼 这是三个狼 那我这个 如果定生徒老师 是一个好人的话呢 那我只能在后边 打下这个八九了 能组织出 能敏出我准确身份的呢 那我只能是你俩了 那你俩还没上井 我不知道为啥 就是完全是 觉得可疑的 好吧 我愿你是一个好人 那这局呢 我就必须得 好人呢 就跟我去投这个十 我呢 景辉必须拿到 也许你们认为说的 我拿不到这个景辉 可能也不重要 但我那下一拳 转过来 不是这一拳不出人吗 我就重点听一下 大飞老师的发言 和狼横老师的发言 能找到我是冤家的 那肯定是 平时跟我 就是在一起 玩游戏中 比较熟悉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先打一摸一下 你俩这两张牌 你 转过来发言 我听听你的发言 好吧 我觉得你是一个时事 时事跟我听到的 必须是一个了 本局必须走 三号发言报了 你呢 我认为就景下 去给他们投票的那一个 好吧 我是一个院长 我认为你是一个平民 好了 过了 退学时间 三 二 一 景上是 二 五 十 三位玩家 景下玩家闭眼投票 三 二 一 四号玩家 六号玩家 八号玩家 九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投票十号 十号玩家 当选警长 昨晚倒排不分先后 从小到大 四 八 双掌 请四八两位玩家 分别留意言 我申请在后面 默认是四号玩家先发言 请找左边 凭什么 我就想问一句 应该是为了照顾我的病情 好吧 应该是为了照顾我的病情 很难受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 谁要玩家 我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就 这么走了吗 冤家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怎么老是跟我来接触呢 因为我不是女巫呀 我不是女巫啊 大飞 如果啊 因为我说句实在话 因为如果你是女巫的话 你应该 能下这个狠手吗 你也不像呀 你死的时候 你的一脸尴尬 我也一脸尴尬 那就只剩一个人了 只剩一个人能这么做了 不是你啊 但是我说实话 我还是真领盘小主角 我觉得 三五是两个狼 最后一个狼找个倒钩就行了 我觉得井上其他人都保了 因为五号玩家起身抱怨的时候 我最后再来聊我的伤心往事好了 我好像在井上抱怨人的时候 我这边验了周耳光 对不对 那凭什么说我是狼呢 就蛮尴尬的 就反正发现一定拿不到井过的 是自杀式发言 但是我不知道你能发现 到底是为了做谁的身份 有可能是 我死了给我瓶水是吗 也不是给我的 我有我有谢谢 所以说 有可能你抱着这样精水牌 可能是狼 也有可能你打到八九里面是了 但是我觉得十二 因为你的位置是没有聊到十二 你说十二我不知道 但是四号我叫四号 六号人我要精水 八就得出一了 你不知道你要做谁的身份吧 可能八九里面确实有一批狼 那就很难受了 那我先干嘛去呢 我先去下五子棋吗 就很难过好吧 下二五子棋去吧 那个我认十号十一人家 如果因为我认三十 本来我听七发言视频了 但是三发言 被生徒压力没扛住 所以我认七少 因为三号人家聊了七 想聊七想打他 也打不动 觉得他一张神牌 七号人在三号人眼里 已知身份 好吧 打个广告是这意思吗 打个屁广告 打广告 我过了 我也不认女巫 但是呢 那如果你也不认女巫 只有这么一个逻辑 就是呢 晚上呢 我想想想 只有一个逻辑 就是晚上呢 那个女巫啊 没有救人 是吧 然后她忙破人了 那这游戏 反正我 希望你不是一个神 我不是一个神 这游戏还能玩 我听完刚才警示 我跟你 就是 我觉得呢 十一号玩家呢 你不太像什么好人 你晚上 安排了什么活动 因为出现双死的时候 好像你已知点什么 你像已知点什么 一会儿你就跟所有的好人 交代交代 你都知道点什么吧 你就交代这么一个事 十一可投 我现在觉得有景上的发言呢 我站边十 我觉得十像一个好人 我有可能是个查杀 那十一号玩家 你不像什么好人 我觉得你对晚上 你是一个晚上争过眼的人 第一天就完事了 我是一个村民 坏了 我不应该把村民办 俩村民出局了 他们的图边怎么办 我是一个X 过 正面十 过 过 我 请紧张选择 紧左紧右发言 请紧张选择 紧左紧右发言 才叫十二 五号玩家 踩八九 做飞鸽身份 飞鸽走了 我认为飞鸽走不像平靡 不像平靡 我认为 排一些位置吧 他其中给一个好人身份 展定一个好人呗 我是占兵十号玩家 然后呢 我认为十二号玩家不用去 拿了什么大一顿 我认为小苍发言 太行挺好 是不是 我是个好人 我这把抓的神比较弱一点 我认为三号玩家 跟上把发生了 也同样的错 但是三号玩家这把 没告诉我们四个狼是谁 我听你下轮发言 我证据你在你下轮发言的时候 我听一听 那狼头半十岁 那指定不是神徒 指定不是神徒 七号也不是 因为你给七号一个朗普曼的身份 我认为 你给的身份不对 我觉得我抱随 我才叫十二号玩家 才叫十二号玩家 跟井下的六 十二个六 三不三个 对的 我躲在井下 那我是个过神 那就你俩了 玩一玩吧 小事的 过 大飞老师走了不开心 很伤心 没人跟我讲像什么 十一号牌 我就想问一下 我刚刚看四号牌 死了之后 大家表情都是 然后你一个人 那人笑我 你有什么好笑的呀 这是你干的呀 我觉得你真的是素质太差了 人家大胃对吧 上一次我们一起玩的时候 游戏体验很差了 你如果是那个女巫 你干这种事 真的 你晚上得请人家吃那个阿小米线 对吧 就 就很 就 简直素质 贼差 然后我说一下吧 嗯 这个九号玩家我不知道 这个发言我听不太出来 真的听不太出来 因为 上一排我是一个愿人家 我有视角 然后你点的四楼 我觉得视角是OK的 这排我听不出来 我听不出来 我觉得可以验一下 然后 嗯 小光我没听你发言 我刚没看你表情 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这个三号牌照 都很有问题 三号牌 他 他说的那个点 他说 就是他说七号 七号这个牌 聊得很紧张 就是很想打我 我以为他要打我了 然后就我来一句 哎 我觉得是好人 我就真的是觉得很奇怪 然后 我 我觉得 可能是二号 给了三号压力 导致你发言稍微有点变形了 我觉得 我觉得三号是我听起来 发言最怪的一张牌 然后 嗯 十二号牌表情 确实是比较严肃 但是我没听你发言 我不知道 二号我也不知道 然后 AK老师嘛 就感觉狼队都不要你了 就很惨的样子 就很心疼 很心疼 好吧 这人先出 然后 我觉得你把这个九号验了 我觉得九号挺可怕的 很吓人的 就我不知道 他的发言 我根本听不出来 是好人 是坏人 可以考虑验一下 我呢 我这一次是一张神牌 所以不要来打我了 反正都被抿出来 无所谓了 过了 前车我觉得一二上两个好人 因为他们去把了十一 然后二号玩家把三的路给掐死了 对吗 所以二三肯定不是同身份 这把肯定不是了 我觉得九可以去验吧 因为我们总归以为 首先定义八跟这个四啊 我觉得八的发言有点问题 因为他定了十一 小敏十一的身份 因为一只女巫还在场 是不是呢 我觉得八号玩家 大飞老师 如果是个好人 干嘛去抢每一个 集赐女巫的招牌呢 而且他告诉我 四是个平民 他说 哎呦 我一个平民出去怎么办 好不好 我也是个平民 是不是两个平民没了呢 那为什么四号玩家 不能是个狼呢 所以说八号玩家发言 买上狼了 就是大飞老师发言 那么九号玩家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前置 你去保七 可以没问题 去保一二 你是不是应该先垂这个三呢 打六跟十二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呢 所以九可以经理验 我觉得你可以验九 我觉得九可以验 而且九说八不上个平民 那么你想 如果你是个身份牌 你会说八不上个平民吗 所以我觉得你这张牌 有点问题 我觉得九可以验 然后 AK老师为什么反水了呢 我觉得你应该会伤心 其实我投石的时候 我也很伤心 但你说我自刀狂谋 我就不开心了 那么 为什么我是自刀狂谋 您就一定要第一天验我呢 我前面都自刀了 对吗 所以我觉得您的心理层 可能是现编的 还没编完成 所以说三五里面 今天觉得十试验家 我们就把五给公投了 起来 三就表水 因为我觉得一二还可以 十一是个狼 我也觉得差不多 那么把九验了 九如果是个狼 那么就五九 然后八 八我觉得像个狼 那么三 三跟七里面再出个狼 比如说结束 三跟十二吧 好吗 但是因为九 强制要这样十二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九像个狼 如果九是个茶虾 十二就进宝 因为九在这个位置前置 加了我跟十二的身份 所以九装排 很有必要去移 而且你想啊 如果九验出来 是个狼 其实就能放一放 是不是呢 因为就这点位置 这份就结束了 好吗 那么就请五号玩家发言吧 我喝水闭 嘴干了 既然都打我 是人文认了吧 我认了 但是我还会让你们发言呢 什么原因呢 因为就给你们一点游戏体验 啥原因 因为我就找找神吧 好吧 我觉得你跳了 你这跳出来的我不找 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女巫名了吧 是不是 那是名女巫了 十一 好吧 天黑之前呢 就所有的人呢 就我的这个美女郎同伴 也看着我杀 我一指 我就是二 但后来我说 我不可能杀二 我就告诉你 他一定有身份 那他发过眼 我知道了 你是骑士 对吧 这个是就 所有的录像的录制人员 第一刀 一抬手就是二 但是我不可能杀人多 对不对 因为我那个同伴一张 一张眼 你是个美女 我第一天比 我得实际上是这个人 知道吧 完了 一张眼睛 我一看好尴尬 那再讲一个话 还是他 但是呢 你是名女巫了 虽然我有一个身份 没找着 你是骑士 那个应该是个守卫派 我会在 这个 你俩之间选一个吧 因为你 首先你要不跳的话 我有可能去杀他 但你跳了呢 我没有这个 就我再听一句吧 我会排水 但是你俩之间 我排不定 别的地方 我都能排 阿朗克是我同伴 十二 是我同伴 九是我同伴 这个杀法 我为什么要杀呢 就是你不要再杀神了 杀神没有什么价格了 一点意义没有了 对不对 他们两个什么出局的 咱们都知道 心里 心知肚明 好吧 就被民杀 应该图编还够 我出去一个呢 还是这样 对不对 还剩三个 然后呢 你就看你守卫了 你俩怎么守法 就是你俩这块 我没太听明白 找不太清楚 你再帮我分析一下 谁像 好不好 我为什么没有点 那点打开 就是在你俩 你要不跳这张神 我一定会杀他 一定杀他 但如果是一个神牌 因为你第一天的话 你又 想想的东西又特别的少 但是呢 要是像我呢 出来我也表达得很少 因为你前几位第一个发言 你让我聊什么呢 有什么聊吧 我们还要格式上去打吗 意义啊 意义不大 对不对 让我对了 对不对 我白刀 咔一下 就不一定 就抱你 直接抱你 因为你是女巫嘛 对不对 我也不会抱神徒 我就那个 他俩之间 你给我再背一背一 谁更像那个守卫牌 好吧 你要是我的同伴 你就肯定抱他 杀他 你要是我的同伴 你就杀他 好吧 你俩之间肯定会有 引验一个 就明白吧 我就要 不杀你了 突编了 杀平民 好吧 不过你要瞅他来 去杀他 你倒把神医杀了 守卫 不一定的 但是我不会自报的 我会让你们发言 我不会让他俩这种 没有游戏体验 你们随便聊 好吧 那10号是可以抢先发言吗 能抢先发言就 不能抢先发言 那么好了呀 那么就是从我这边 我等会发言完 会面玩家 全都喊过不就好了吗 那么我如果要选择自报的话 可能这个4和8里面 有一张独书一牌 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所以他会选择自报 那么回答其他玩家 我不是说无缘无故保你 我也没有说铁保你 我只是说你的发言 像张好人牌 因为我没有见过你拿狼 我只是这么一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那么你挑张神牌 我拍不动你 我不是张神牌 那么认识10号是一张预言家 那11号为什么笑那么嗨呢 也没有看懂 11是张女物牌 拨了这个4或者8 那我认为5既然敢在这个位置 这样子强势地去自报的话 可能 可能走了你们有好人牌 然后再回答这个9号牌 就你们 真的是啊 我不管去玩什么游戏 我等会儿回去我自己检讨一下 我永远是被抢上 就是这个游戏叫锤3号 对吧 从第一圈上来 这个2 我们锤3 这个5 锤3 6锤3 7锤3 9锤3 对吧 你们的话2110 2110 没关系 全来捶我 无所谓的 好吧 我是个好人 我拿上好人牌 我就希望好人能赢 就你们捶我 无所谓 然后这个5更搞笑 他说 3号你聊报 那我聊报在哪呢 点在哪呢 我就觉得很怪 你知道吗 这个9 你去咽掉吧 好吧 你 我没有跟你玩 因为 AK老师 捶我的时候我就知道 嗯 是皮狼 对吧 9号没有跟你玩过 那么再听听看吧 嗯 后面都全演过吧 我是个村民 没有收分 无所谓的 好吧 过 你要找到一个 你捶的人 让大家去捶他 大家就来捶你 就像我找到了你 所以大家不捶 我捶你 是这样子 在AK老师发言的时候 首先讲一下 这个板子 虽然是白狼王骑士 我们可以没有白狼王 也可以没有骑士 对吧 就骑士骑士张牌 我觉得用处不大 它娱乐性大 原因是因为 它绝对是 如果好人 足够巧 这个人也是被投死的 其实干嘛 出来绝对那个人 对不对 还骑士亮一张牌 AK老师刚刚提到 我是张骑士 我很高兴 我很愿意成为一个骑士 我也是一个骑士 这不用了 就是 刚刚AK老师发言的时候 对 我忍不住说 就四号玩家 暴郎的真正一句话 在哪里 在于他发言的第三秒钟 他说了一句话 别人家就这么对待客人了吗 我觉得 他的情绪点 是不需要在那个点起来的 因为他 四八双死 怎么回事 就他有很多内容 但是他在发言 一开始 他就开始有渲染情绪了 这是个暴郎的情绪点 所以一个正常的好人 他一定先着手而遇 游戏分析 你知道这一点 你才知道四是一匹狼 你才知道八一定是个被刀的人 你才知道八是被刀 他上票时 你才知道十是一个愿言家 对吧 这是综合的分析 所以四是一个狼 而八是一个好人 四的发言 全程在打情绪 其实就是节目效果了 他已经不关心游戏的真相了 是不是 那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刚刚 以前一回老师不是这样的 他的发言是真的就是 我因为谁谁谁是谁 那我可以出局了 但是最近 他的这个发言中 会带一些迷魂药 对吧 他有聊到 九十二十五同伴 我觉得不可能 就不可能两个人都是一同伴 原因是因为三肯定是疲劳 三四五已经三个人坐在这了 对面九十二哪来两个人 而你刚刚那个发言 十二嘴张的比 比谁都大 这样的你知道吗 他是真的张的嘴 只有九号 神情自然 保持神态 你动不动 正常这样发言 正常看着你 所以十二在我这一定做不成 你的同伴 我不相信他坐坐到 连嘴都能够碰张开 这太太离谱了吧 是不是 那我觉得大概率就是九了 一号不像了 一号确实不像了 我使劲观察了 虽然不是正面观察 那只有九啊 六七两张牌 我觉得我们猜猜谁是首位的 这游戏是猜首位的 我觉得肯定不太不太像那个 哎呀不行 我怎么 我是一个好人啊 我怎么能够现在猜首位呢 我觉得那今天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子言投了吧 好吧 我们把三号投了 再听一位老师发一轮眼 看看他的这个 有什么新想法 这样比较好 因为一个明朗的明坐标 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信息 你直言一久就行了 因为这个游戏 其实已经没有用错了 九十二一念 是不是结束 出神一定 过 听的跟我不太一样 二号玩家呢 是我二号玩家 死点骑士这刀的人 第一天 我听着也不像狼 但是这轮 他对四八的平安 跟我想的不一样 先说六号玩家 我觉得六好人 六号玩家踩八 有道理 我跟你说 五号玩家发完言 我就知道五八两了 你听听那个大飞怎么说的 十一号玩家 你不是什么好人 五号玩家 你是一个名女巫了 这才像两个同伴呢 为什么四呢 我现在揭秘这个夜里的事 五号玩家 二啊 不行 十二号玩家 二我男神 不能砍 好吧 砍四吧 行 不砍四 四号玩家 奇怪啊 你说他情绪 我呀 是因为他叫点你刀 第一天听你不像狼 我可别跟狼解释啊 因为你现在说要归三前 不投认狼的五 在我那肯定逻辑是 稍微的拧 我希望你是好人啊 但是现在是不能这样的 这个五八呢 就砍着四 结果呢 女巫呢 就是那个 季风 是这意思吗 又 这个 一风 对不对 你现在改名叫 巨风吧 太刺激了 那这确实他老乐 你看那一乐是很奇怪的 也就是说呢 张嘴说 四号玩家 我保护你啊 谁保护你 你死了我都不救 我瞎坡一下 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咚吧 大飞坡了 哎呦 有这种可能 我现在急怀 这种情况 但是五号玩家 你说三暴狼啊 为什么你现在说 头三 三是要燕的一张牌 三号玩家 暴狼 我确实没听明白 第一天 二号玩家说 三号玩家 你跳 跳我就认识了 十是原家 我就一定投五去 对不对 三没跳 假设AK是一个好人 怎么会踩三呢 你比如说啊 五要 三是一个好人 三是一匹狼 跳了 把五投了 这才有逻辑啊 为什么我玩家说 你没三没跳 嗯 你才一个暴狼呢 所以这个发言 是非常奇怪的 你别跟我输大拇指 二号玩家说 十二玩家张嘴 这我都不信 尤其这个漂亮的女人 全都是好骗人 好假的 你知道吧 我只能是大人机听逻辑 我就觉得吧 你说三五的发言 是一定没有见过面的 但五号人家说三爆了 我确实不太明白 我也同意 为什么我觉得六一定是好人呢 一定要验九这张牌 他说六跟十二 现在呢 二说十二是好人 咱们要没有听错二的话 假设十二真是好人 没演 六我听着铁好人 铁狼没听出来 六好人的话 他要在六七里选刀 也不太像同外的刀 所以九有可能是一匹鸡狼 那他没踩住狼来 如果九不是狼 十号玩家 容错率在哪呢 我听着二好人 十一要真是女巫 六七没有 我是好人 我告诉你 你一定打开这三 因为三号玩家发言 老能把我骗到 我就怕呀 五跟三是见过面的两匹狼 才会发出三号玩家 你暴狼的发言 因为在三的那个举动 五一定会认得像好人 对不对 如果三是一个狼 帮一站 甭管阴阳道沟 五才容易出局呀 怎么会说三是狼呢 所以在我看 如果十二能保 三九有狼 不知道谁更像 三也有像的 九也有像的 我是一个好人 第一天认为 虽然不一定 保证你铁鱼原家 但是我说十一要 人家为什么像 就是像好人了 他张嘴说 哎 去捅武去 骑士啊 这不就明认意思吗 是不是 如果武是狼 骑士活着 这是一种自证身份的发言 季风第一天发过言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像好人 我平民 发言呢 我能认定好人的 就是六 十一 七也不像狼 反正啊 这因为七号玩家 你说四八吧 你说四像狼 八像平民 在我这不太像 八号玩家的发言 以及五号玩家 对十一的评价 都像狼的评价 四有可能是一个好人啊 我也不信 狼第一刀四 最刺激的再更可怕 四是四刀的狼 然后也不就要帮 把狼破了 那才神奇呢 第一天要出两狼 再把五头了 这种可能性不大 我人家不会认的 我怀疑四八里只有一匹狼 我是一个平民过 那我这边讲一下 就是你没有聊到 三十五的盲点位啊 你想想看 我顶上的时候 就打了张三 对吗 顶下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聊张三 说爱你一十二九十五的狼同伴 他是你狼同伴吗 我不知道呀 我因为我怎么讲 我入业之前 定义是张好人排的 这个一 但我你顶下这个聊 因为你把我打进狼坑了 但我不知道 因为我入业之前 定义是张好人排的 这个三只能是张狼牌了 因为这个五把你卖出来了 额 颈上打你 颈下不打你 他说爱一十二九 那么九总归是张狼牌了 容速率在这个一啊 对吗 因为我 就是说四八两张牌的话 其实我也觉得 八想张狼牌 因为八出去的时候 真的蛮奇怪的 他让这个十一 比如说什么大零不零的 我反正我觉得 十一是因为一点出来 是张好人排的 那容速率就是 在一张一 对吗 我定义三九十两 疲劳 我底牌是张好人排 你没关系 怎么讲 你不相信可以来验我的吗 总归能证明的 我底牌是张好人排 好吧 没什么信息过了 首先在这个板子里 五号玩家已经认狼了的情况下 我们是场上唯一议员家 你只要告诉我们 你是什么 你觉得狼是谁 过其实就可以了 对吗 他就不需要去 去去 呃 在那个神坑里面去留人 人家神总归是对他的 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女巫 哈哈 不是 这也没办法藏了 对吗 首先呢 我认为 大卫今天状态特别的不好 所以我保护力特别强 我觉得我要是个守卫 第一天就蹲他了 这是我的心路历程 那我是个女巫 想要 万一守卫都想的一样 我把他一捞 他们就死了吗 所以没感觉 为什么破了八 因为那 哪怕一号玩家说七八 这还可以双了 八号玩家说 嗯 就能在 我觉得有点做做 好吧 我觉得八号玩家 挂项不太好 我觉得我既然没捞人 我总共要做点什么 然后我就把八号玩家 破了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挺奇怪的 因为这两个人出去 都没有去怀疑一下 对方的身份 这很奇怪 对吗 其次嘛 我认为 如果这两个里面不出狼 我们现在就交牌了 那么五号玩家 三号玩家 现在应该是站在周团 我们打的局面 五号玩家 就不需要再起来 发言的时候 他就踩三号玩家 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这里一定出狼 所以现在一定是我们领先 那你既然已经认狼了 且没有发动技能 我认为骑士 也就不用去得那个五了 这个游戏就很简单 你随便验 骑士明天去怼这个三 不就结束了吗 对吧 你外这位验出好人 砸一个 验出好人砸一个就行了 对吧 因为正如九号玩家所说的 三号玩家本轮犯的错误 跟上一盘是一模一样的 上一盘他们怎么捶你吃狼的 你是我狼队友 对吧 你这轮跟上一轮是一样的 你起来 先攻击这个人 不是 一样的事情 连续犯两次 连续两次被抓出来 真的要反思了 确实是 真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我刚刚在笑的原因 就是三号玩家发现 这我就在笑 好吧 不是 怎么就素质差了呢 不是 为什么就素质差了吗 我觉得我捞他会把他奶死的 所以没捞他 这个心路力就不行了 这心路力真的是我的心路力 我说你看 我这一瓶药下去 他再被奶死了 都不好算 有个所谓的板准 我女巫一般第一天都不开药 这也是我第二个真实的心路力 好吧 就 破了一下 我破错了 也没关系 破对了 carry一下 就是我的想法 好吧 就随便打了 这一盘 AK老师能不能不抱我 女巫已经没毒了 你抱我没收益了 你把他抱啊 他咽出来 外之外 你们扛推谁呢 没人可扛推啊 是不是这道理 其实 我觉得 因为四八双死的时候 这两个人都表现过于严肃 我觉得有一半的概率 是这两个人都是拉 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剩下那一个 九起来就说了三个问题 你们去吹九十两根不像呀 对吗 真的是不像 好吧 你看着办吧 过了 我也要啊 守卫可以动我 这个游戏 我先安排一下守卫 守卫今天去守这个十一 我只会谁吃到 你都就 好吧 因为好药不要浪费 最后用在狼身上 但也不要浪费 好吧 就先咽酒 先咽这个酒 因为 我都在对面一二三发言的时候 一直在聊八九 我试试看八号 丹飞老师 好像状态还可以 但是 郎辉老师 还属于比较紧张 也不知道是 哎 反正就先咽一下吧 如果是好人 我就保护一下 有那么多人在打 我查下了这个五号 AK老师 AK老师 在他发言的时候 如果 你 你要打我是狼 你要前置为说 一二三 去狼 去我的浪囤伴 因为如果我的浪囤伴 比较多的话 那我可以准确找到好人牌 且往他头上发茶茶 那AK老师没有说这一点 那我觉得一二三里面 可能会有 叫什么AK老师的狼童 那我就第二天去验这个三 因为今天晚上 我是一定不会倒排的 我起码可以验两天 我就先验九 再验三 如果两个都是狼 我把锦盔给六 因为六是我第一天 听下来的一张好人牌 如果两张都是好人牌的话 我就撕掉 你们就自己去玩吧 好吗 今天我就归五号 锦盔六十九三 过来 锦盔五 所有玩家闭眼投票 三 二 一 二号玩家投票三号 其余玩家投票五号 五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我们够不够拍到 我先问一下 就我们 杀平民够不够拍 我不太了解规则 就我们现在场上剩三个狼 剩三个就是 我想一下 怎么按 哎呀 我算算 我先算一下 不够拍吗 为什么 我们不杀神了 我找着神了 因为有双奶 除非白狼王爆掉一个奶 我懂了懂了懂了 那还是落后一轮次 是不是啊 玩耗不是我们同伴 四号是 四号了 我出去 啊对 你说的有道理 我明白了 你是守卫吗 你是守卫吗 杀你 不是 我告诉大家 我只能是米 那没啥了 那就杀平民怎么杀呢 你们自己研究一下吧 要不然的话 他推错一轮 推错一轮的梦 还是要白狼王 行了 我出去自己反省一下吧 还是没证明白 三个 出去 两个 四个 啊对 有你 你是骑士 对你们报一个 好好 我看一下 老天 请便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游戏结束 好人获胜 我宣布一下演员表 5号玩家 8号玩家为狼人 8号玩家是白狼王 11号玩家收牛排 第一个晚上没有就知道了 4号玩家读了8号白狼王 6号玩家是首位 10号玩家是愚人家 2号玩家是骑士 好大家休息五分钟 稍后开始下一局游戏 5分钟之后请立即回来 我们复复盘准备下一局